大家好,我是李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花园生活吧 走 这个女王果然是很高傲 不屈服 大家看到没 新长出来的牙也是要笔直往上长 上次这里长出来 给她打了顶之后 她从旁边又长出一个来 又长得这么直了 看样子我是选择错了这个对象 没办法都已经选择了 那接下来继续给她打顶 看你要屈服到何时 OK 再来这个蔬果区看一下 哇,这里又一个这个水果黄瓜 这个黄瓜又很大咯 之前才栽掉两个 诶,怎么回事 怎么这个上面新长出来的这个小黄瓜都黄掉了 都黄掉了 耶,还有这里 什么情况 还有这里 这几天的这个光照都很好啊 哦,我想起来了 可能是这个营养不够 因为这个结果类的苏果对肥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像这个它黄掉的就更少 因为它顶上的话没有再继续往上生长了 而且之前这两个大黄瓜我也是摘得更早 所以这本来它开始结果的时候是要给它们输这个 多给它们吃这个零甲肥的 但是我没有给它们试过 还有这个小番茄 也是一样 这个产量感觉不高 稀稀拉拉的比较少 也是因为只给它们埋了这个长效肥 没有给它们吃这个素效肥 现在就去给它们调一点这个磷酸二青甲来 给它们补充点营养 这样的话 后期我才有吃不完的黄瓜 要不然照这样发展下去 可能只能吃到几根黄瓜就没有黄瓜吃了 不说了 赶快去调肥 先给它们喷液 就是这种前生的 去桃胡椒 它就很有限焦 你看这里 几根 再给它们稀释一下灌根 还不够再去调一壶了 又调了一壶过来继续去施粉 OK 搞定了